六個月到四歲紅營 住車疫苗 是從今天開始 除了莫德納 也可以住BNT囉 不過就要住三個檔 醫生說 紅營住車 原住車 可以有限檢驗之後 當前失望率 也可以感謝李董 MISS是機會 一檔住下去 孩子聽到媽媽 不過可以有限檢驗新冠病毒 六個月到四歲 又離BNT疫苗 離七百六開始住 台北電競電位 疫苗住車 再去兩百名驗 已經轉手五六二十萬 他其實五月初有確診過 我們就想說隔三個月 還是來打一下疫苗防重症 BNT好像聽到一些國際上的 不良反應比較少 會比較安心一點 所以有刻意等BNT開始的時候 就趕快先第一波先來登記 有報告的家庭 有條項等BNT疫苗 因為負責用比較少 不過意思說 無論是莫德納還是BNT 兩種疫苗經常看的負責用 都是住的地方會聽 兩者不讓學校都遲到五次 莫德納必須住兩檔 BNT必須住三檔 這段B.A.5也已經開始上升 後來跟店家的關心家的孩子 去住疫苗 以效果來講的話 大概BNT它是打三次嘛 但完整接種大概需要三個月 那三個月接種完之後呢 他們的保護力大概會到七成到八成之間 我們會有一些設戰的一個規劃 那目前在跟社會局跟教育局 來做這樣子的一個規劃的一個討論 以此用到外政來住宅疫苗 可以降到外政在後 當前的失望率 還有MISC發生率 還要根據大陸市 維新局統計 學校裡面六個月到四回 有利的疫苗住宅率 只有一個月 以往需要提供這個疫苗住宅率 記者 採用學報道 Uni 點 點 點